埃莎尼亚这个国家对于台湾的观众来说还是挺陌生的 或许你不知道 它已经是全世界一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它的内阁开会完全无止化 所有的议案公文都是透过电脑网络阅览 然后电子签署 这是因为它在90年代建国的时候 刚好碰上网络革命 所以所有的政府单位或者是金融体系 都是一成立就数位化 所有的服务交易都透过网络进行 在这个国家没人看过支票 没人跑过银行或者是政府单位 他们只有结婚或离婚 需要亲自到法院去签名 而埃莎尼亚它的科技崛起 关键就包括脱离苏联的时候 因为国家是零建设等于是零包袱 加上人口非常少只有140万 所以改革可以相当快 我们继续就来看看埃莎尼亚的一化革命 来到埃莎尼亚的首都塔林 我们仿佛走入了欧洲中古世界的场景 红色圆顶的古城里 还建得着11世纪盖的城墙 错综复杂的巷弄间 耸立着哥德式建筑的尖塔 高高低低 起伏错落 有股童话世界的魅力 很难想象 今天这里却是全球最一化的未来城市 欢迎您跟着预见未来城市 来到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的爱莎尼亚 这个人口只有130万 比台北市还要少的国家 最近却在国际间受到高度的关注 关注它的科技崛起 1991年爱莎尼亚 它脱离苏联的时候 全国不到一半的人口 拥有室内变化 但是在过去20年 这个历史上长期招到殖民的国家 却已经翻身成了科技大国 2007年爱莎尼亚成为全球第一个 开放大选网路投票的国家 爱莎尼亚九成人每年用网路报税 过程只需要五分钟 全国人都用手机付停车费 健康记录存在云端上 不用调阅病例 医生只开电子处方签 迷你滨海小国 如何跃身成为全球最一化的社会 我们来到爱莎尼亚国家科技示范中心 这里没有想象的酷炫未来感 因为一切的科技都在云端里进行 爱莎尼亚九成人都使用的电子身份证 就像是台湾的自然人凭证 但它同时也是驾照 健保卡 悠游卡 透过电子身份证可以进行电子签名 因为跟传统手写签名盖章有同等的法律效应 在爱莎尼亚 几乎所有的政府服务跟行政手续 都能透过网路办理 被称为是Xroad的云端平台 将政府原本各自独立运作的资料库 整合到一个可以资料互通的高速网络 减去传统旷日费时的公文流程 在爱莎尼亚 登记一家公司 透过网路只需要20分钟 买卖土地 双方不用见面 可以远距签约 所有的审查作业都在云端进行 就连警察巡逻 看到可疑的车子 都可以透过车牌 立刻得知车组所有的记录 进而来判断 是否有必要拦下对方 爱莎尼亚异化的程度 已经引发了国际的讨论 一手推动爱莎尼亚异化的 他最爱用电话的故事 来说明爱莎尼亚 在1992年脱离苏联时 现代建设有多落后 碰上网路崛起 爱莎尼亚决定以科技建国 最重要的就是要投资教育 爱莎尼亚重视科技教育 90年代建国初期 当时学校还没有暖气 屋顶还在漏水 老师月薪100美金 但政府就坚持 要在全国美金 一间教室装电脑接网路 爱莎尼亚去年起 让小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 透过乐高机器人 学习电脑尝试 机器人怎么前进 怎么后退或转弯 小朋友摸索简单的coding 老师一旁指导 课程的目的 除了熟悉电脑语言 也是在训练逻辑思考 跟创造力 让孩子从单纯的科技消费者 变成开发者 专家说教育改革 需要15年成效才能看见 爱莎尼亚科技新创公司的发展 最能证明这一点 你我常用的Skype 就是爱莎尼亚 四个年轻小伙子发明的 2011年被微软 以85亿元买下 Skype的成功 掀起当地的创业热潮 运用3D建模技术的 线上诗衣网站Fitsme 可以解决网购衣服 不合身的问题 今年成功吸引了 上千美金的融资 提供廉价汇款服务的 Transferwise 成立才两年 也没到了600万美金 一系间 爱莎尼亚加入了 柏林伦敦甚至Skype的战场 抢国际创投天使基金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报道 人口只有130万的爱莎尼亚 新创公司的数量 如果以人均单位计算 是世界第一 而这些科技公司的产值 更已经占全国的15%GDP 不知不觉中 在全球化的舞台上 爱莎尼亚后发先制 扮演起创新的要角